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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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接二連三 學生興生事件令人軟息 有機構發起了一位 香港青少年首望祈禱會 為一眾學生首望代討 自去年九月 發生超過二十宗學生自殺死亡事件 為了應對這個情況 以納基金發起了 為香港青少年首望祈禱會 為一眾香港青少年首望祈禱 你盼望今日主愛的大能 將它彰顯在我們每人身上 讓我們能夠迫切到為青少年人 領求美好的生命 當日邀請了幾位嘉賓 代表傳媒 青年工作者 父母 和老師領土 還有年輕人的代表道場 表達他們的心聲 其實我的同學 重視他們成績之下 但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是 很有他們自己的興趣 有自己的長住 很有性格 是有夢想的青年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為青少年人 他們的夢想去祷告 不要被這個社會的價值 限制他們的能力 聖經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其實是他們這一代所面對 最不簡單的一個挑戰 人生不僅是灰色的一面 慢慢將一些福音、希望、愛的信息 帶給他們 是相當艱鉅 但不是沒有希望的 我相信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在教會裡面 推動一個公討 在公討裡面 將青少年人的需要 和他們內心的迷惘 和處境的需要 和弟兄姊妹分享 各位與青少年同行的工作者 家長 以及身為學生的你 都一起收看節目 為香港青少年守望祈禱會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祈禱 好啦 這一個就是幸福傳聲筒的Banner 在社會一片負面的氣氛下 我們很想將安慰和祝福 帶給有需要的人 所以在香港不同地區 都會有這個Banner 鼓勵大家 多加入幸福傳愛的行動 如果你有心事想找人傾訴的話 都歡迎你Whatsapp到以下的號碼 和我們傾訴 你可能認為 神跡就是身患絕戰的人得到醫治 死人復活 又或者是一些科學不能解釋的事 不過 真正的神跡 並不止是這些 來著影音使團全力支持的電影 《天堂奇遇記》 就會帶大家反思一下 神跡的真正意 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天堂奇遇記》 講述一位 患有罕見不治之症的美國小女孩 因意外跌入樹洞昏迷後不約而遇 電影感動人心 同時令人反思信仰 作為電影《天堂奇遇記》 基督教策動團體的影音使團 就在復活節期間舉辦兩場報道場 鼓勵信徒邀請親友出席 有觀眾看完也感同身受 我的感受就是 裡面的女兒和媽媽的角色 好像我調轉了 因為我媽媽剛剛起去年的農曆年 在第四期搶癌肝癌 突然知道神會藉著這件事 安慰我們 跟我們陪伴我們 我們得平安 在莫菌困境或委屈之中 都能夠安然度過 醫生告訴我 如果我的眼睛繼續插下去 還有十年我會買 但是我很感恩 上帝沒有給我一個很大的成績 突然要用了我 但是他用其他的成績 在我身邊有很多天使 鼓勵大家在這個時間 硬間的時間 唯有忍耐到底便可以 我覺得這套戲是值得邀請別人看的 因為他給了一個信息給別人 就是這個世界的神奇 神奇不是超自然的東西 神奇就是那裡有苦 那裡有一個安慰 耶穌基督復活大能的生命 所展示的盼望、信心和開心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希望 兩場電影播放完之後 分別有黎世華牧師和 吳中文牧師分享信息 直氣眾人無私的愛 教大家學盡耶穌為他人輔出 就是愛的神奇 在21世紀裡面 這種所謂後現代主義 人都很著重自己個人 我的利益 原來真真正正活出 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跟著耶穌的腳蹤 就像耶穌這樣去付出 走遍各城各鄉 去到一些無助 一些需要的人裡面 一個的苦膜、一個的安慰 我覺得這是給我們基督徒 一個很深的提醒 而道場觀看電影的牧師 也有不同的體會 在別人的祝福裡面 就是一個神跡 每一個無論是市應 無論是機場的人 好幾個都能夠 從他愛心裡面 表達出一個神跡 所以在家庭裡面 更加需要一個很和諧 大家每次來接納 每次來建立 來活出這個很美麗的神跡 當我們去到教會做見證的時候 有些人也有質詢 有疑問 這些也有很多類似的人 但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不是看人 而是看神 因為神的 當我們最困難的時候 神是會將最好的給予我們 除了報道場之外 亦都有團體已經包場 觀賞電影了 其實我們包場的發現 都很厲害 都是我們基督女色團隊 第一次的嘗試 我們大約有一半是我們的隊員導師 來看電影 另一半是家人朋友 我見到很多人出來 眼睛都紅了 真的很感動 我想在這個世代 真的很需要一些比較正面的訊息 還有看到很多人 其實他們都會在一些困難裡面 希望這個電影 能夠帶出一個正面的能量給大家 祝福每一個香港的市民 如果你的教會 機構 或者團體想包場的話 可以瀏覽電影專題網站 或者自電 2209-6280 查詢 接下來我們將會在 4月3日和10日 舉辦會員報道場 會員可以帶同微信的親友出席 請討告紀念這兩場聚會 盼望微信者 可以藉著電影得到救恩的盼望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Oratorio Oratorio 就是西方一種 富有戲劇性內容的神曲 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只是聽我說 可能都不太明白 不如就看看 接下來播出的讚美眾音樂會 由香港性樂團演出的讚美眾音樂會 主要演繹Oratorio 即是以宗教為主題的神曲或者神劇 而今次音樂會 除了演繹莫扎特 凱頓 韓德爾等大師作品 還會有本地的作品 由香港性樂團的藝術總監及指揮 兼香港管弦樂團首位駐團作曲家 陳永華教授創作的第四交響曲 謝恩讚美眾 我詞是用拉丁文的讚美眾 這是我1992年香港大會堂三十週年 香港性樂團特別請我寫這個曲 慶祝香港大會堂三十週年 今次的音樂會非常豐富 有不同的音樂人參與演出 其中一位是亞洲著名女高音 緣妙婚 她的背景其實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原本是寫給一些當時叫做Castrato 那些閹男音來唱的 所以那些音區是比較低了一點 比起一般女高音的音區來看 所以是有相當的難度的 曲目裡面也有慢的動作 也有慢的動作 我負責將無論快和慢的 都要很完美地表達出來 聖樂一向給人有高尚又莊嚴的感覺 但聖樂團的代表 都希望可以將聖樂普及化和年輕化 吸引不同階層的觀眾 聖樂在音樂上的旋律 很多是很美妙很好聽的音樂 而且故事的內容 也是很多在聖經上的故事 是用音樂的方法演繹出來的 如果在電視多些播出來 多些年輕人可以接觸到這些類的音樂 我相信對香港不止音樂 即是在文化方面的推廣 我相信是很大作用的 大家都鼓勵身邊的人 一起收看4月3日 在《創世》電視播出的 《香港聖樂團讚美眾音樂會》 如果你想支持《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或者想跟蹤我們的最新消息 都可以打來 308 6048 又有隻Click入我們的Facebook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Bye Bye 《創世》電視播出的 《創世》電視播出的